同盟军夺去老街,白锁城嘉县,黄金屋,娘来亲自接待中国贵宾。 距离2024年才过去了一星期,各种爆炸性的新闻就像潮水一样涌了过来,就在几天前,年北刚发生的战斗已经结束,国杆军区全体缴械,缅甸军阀白锁城,仓皇逃窜,联军占领老街,取得了一场大劫,而当搜刮到白锁城的府邸市,也是让人大为震惊。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纵观史书。 与此同时,中国国务院常务部长访问缅甸,会见了敏昂来总统,缅甸那边一改之前的盛气凌人。 姿态放得很低,有分析指出,中国建构其邻国的战略安全,以初步取得正面效果,或可作为未来应对同类局面的范例与基准。 缅北同盟军的军事行动显示了他们在战略计划和战术执行方面的成熟和高效,他们不仅攻占了关键的军事据点,而且还成功俘虏了数千名缅军士兵和高级官员。 这一成果不仅提升了同盟军的士气和地位,也对缅甸政府军造成了重大打击。 另一方面,中国副外长孙卫东的缅甸之行和其与敏昂来的会面,表明中国在该地区战略安全部局中正扮演着越发重要的抉择。 中国政府在保持其传统的不干预原则的同时,也展示了其在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协调能力。 缅甸方面的态度变化可能反映了其对当前地缘政治现实的认识,以及对中国在区域稳定中所起作用的重视。 在百索城庄园中发现的大量财富和资源,既揭示了缅北地区长期电信诈骗等犯罪活动的规模,也为同盟军未来的行动提供了可能的经济支持。 这些资源的管理和利用将对果敢地区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当前缅北地区的局势显示了多方力量的博弈和重大变革。 果敢同盟军的胜利可能为该地区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同时也对整个缅甸的未来政治格局产生影响。 中国在这一过程中的角色将是关键,特别是在促进区域稳定和发展方面,国际社会应密切关注该地区的发展,努力推动和平与稳定的解决方案。 就在昨天,在果敢有影响的果敢中文网络发布消息,果敢联军取得了巨大的战果,占领了缅甸的老街区域,包括重兵把守的米粉沟和南天门山寨。 所有缅甸老街军区的士兵全部投降,这是1990年代开始。 持续了26年的果敢地区的战争,终于告一段落,由该联盟领导的军队将会在果敢拥有实际的掌控权。 自从1027行动开始,联军就一直处于一种势不可挡的状态,而且,他们还拿到了不少的东西,根据联军发布的消息。 这一战,缅甸军人和他们的家人一共有3724人,其中少将6人,中层以上官员222人,军人1895人,家属1000多人。 此外,还收缴各种枪支2043把,摩托车139台,大小汽车120台,大货车42台,有趣的是。 联军为了表示尊敬,在战争间歇,他们还会为那些已经投降的缅甸军人播放一部影片,以表示尊敬和改造,听说还挺管用的,许多被关押的缅甸军人都表态不再为缅甸政府效力,看得出来,盟友们在政治攻势上做得很好,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更让人吃惊的是,当联军冲进白的庄园时,却看到白室的人都四散奔逃,很显然,他离开得很匆忙,墙壁上还挂着白色作为荣耀的标志,桌子上的杯子还是温热的,经过一番整理,联军在白的釜底中找到了不少珍贵的古董。 珠宝,还有一些珍贵的古董,比如手枪,步枪,手雷,火箭筒等等。 还有一则没有得到确切证据的情报,联军士兵们在白室的地下基地中看到了一笔前所未见的巨款,这些金条,每一块都有六米多高,每一块都有三百多吨重,除此之外,就是一捆捆的钞票。 总数根本数不清,曾经有一个粗略的数字,估计缅甸电信诈骗团伙从中国非法获取了两万亿元的利润,也就是说,盟友们很有可能找到黄金屋。 与其把这笔巨款存在银行,还不如把它换成金子,放在自己的别墅地下室。 不过,他们大概怎么也没想到,那些被中国人掠夺而来的钱,现在却变成了他们未来发展的资本。 白锁城到底有多少资产? 白锁城的一生可以说是传奇般的,他出生于1950年,是缅甸少数民族果敢族的一员,他曾经是缅甸共产党的游击队员,参与了反对缅甸政府的武装斗争。 1989年,缅甸共产党解体后,他成为了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的领导人之一,与缅甸政府签订了停火协议,获得了果敢地区的自治权。 他利用这一地位,发展了自己的商业帝国,涉足毒品、赌博、烟草、木材、矿产等多个领域,成为了果敢首富,也是缅甸最富有的人之一。 中缅签署缴港协议,该来的最终还是来了,中国又有一个非常好的出海港口,租借99年。 他还通过与缅甸政府和军方的勾结,进入了缅甸的政治舞台,先后担任了果敢自治区主席和善邦议会议员。 他的权势和财富,让他在果敢地区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被称为果敢之王。 然而,百所成的辉煌并没有持续太久。 2023年12月,他因涉嫌支持电信诈骗,被中国辽宁省大连市公安局悬赏通缉。 据报道,百所成利用自己在缅甸的影响力,为一些在缅北从事电信诈骗的犯罪团伙,提供庇护和支持,造成了中国公民的巨大损失。 百所成事件,不仅仅是一个个人的臣服,也不仅仅是一个地方的风波,而是与缅甸的政治局势密切相关的百所成事件,反映了缅甸政治体制的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 也引发了缅甸政治局势的动荡和变化。除了电信诈骗、博彩以外。 百所成还从事房地产、娱乐、旅游等产业,百所成是果敢地区的土皇帝,与缅军的关系也十分密切。 由于黑白通吃,百所成办事十分方便,魏超人、刘国喜、明学昌等人都要给他面子。 因此,百所成在房地产、娱乐、娱乐等行业也混得风生水起,总得算下来百所成一年的收入,折合成人民币超过十亿元。 百所成并不满足。 近年来,他与明学昌、魏超人等人密谋,想把生意扩展至菲律宾、柬埔寨等国。 可是,没等计划实施,彭家生的儿子彭德仁带着从深山里捡来的武器,攻击了果敢地区。 最终,明学昌自挂东南支,百所成躲在家中,惶惶不可终日。 除此之外,我们也能从百所成的日常生活中看出端倪,百所成今年73岁,不直接参与苍盛科技园的管理,他把家业交给儿子白银仓打理,白银仓生活奢侈,酷爱炫富。 据说,他有数十块名表,价值超过5000万元,不仅如此,白银仓30岁生日时,邀请曾志伟、杜旭东等人为他送祝福。 当然,这些明星不可能免费给他办事,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白银仓的收入很高。 最后,白所成,白银仓等人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巨额财富,他们终将受到惩罚。 12月26日,缅甸军政府与中国签署了缴漂港项目补充协议,在内比都举行。 明昂来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松口签署协议? 说起来,这件事,我们和缅甸市谈了很长一段时间了,15年我们中标之后,一直到2020年才谈成,并且当时还签订了股东协议和特许协议。 但由于缅甸政府更替,民选昂山素季政府上台,缴漂港地理位置敏感等等,再加上2021年,缅甸内部出现了大变局,军政府推翻民选政府,缴漂港这一事就耽误了。 缅甸缴漂港对中国的意义何在? 缅甸缴漂经济特区深水港项目,对中国来说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因为这相当于中国在印度洋又多了一个重要的出海口。 首先,它面向孟加拉湾,是天然深水港,建成后可以停靠30万吨级的远洋客户轮船。 其次,从地理位置上来看,距离更短,同样从广西防尘港出发,去往欧洲、非洲,向东走水路, 经过马六甲海峡,至脚漂港,运输里程4600公里,而向西走公路,经清水河口岸,至脚漂港运输里程是2277公里, 走铁路全程是2274公里。 另外港口的出现,我们就可以从中东进口石油,然后经过这个脚漂港运输回我国的西南一带,满足云南、广西、贵州等地。 从外部形势看,等到国港同盟军彻底拿下国港后,新一轮的谈判可能还会继续进行, 能不能最终形成自治,还需要经过整治谈判确定,否则在持续的空袭下,彭德人很难守住现在掌握的地盘。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未来绵北等地区的电诈活动必将销声匿迹,随着梅蓝仓合作的进行。 钟老太眠简约六国已经将打击电诈等违法犯罪活动作为工作重点之一,猖獗的非法活动将被迅速遏制。 但是,考验国港同盟军的时候,岂是也到了,能不能把国港地区发展好,能不能彻底根除自生犯罪的根源, 直接影响着彭德人的宏大目标能否最终实现。 Bird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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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rd声